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 我近三年来除未涉及到的 高端农药局至尊宝的解说 而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就是 这位经常化险自己热爱打篮球的 泰美同学 好的可以看到 我们的泰美同学 一级就直奔敌方篮球 这是打算三BUFF开局啊 这等魄力 我是智愧不如啊 诶 他这里的操作我一点看不懂 为什么不直接去打篮 哦 原来他是因为拆到了 对面的猴子会难开 诶 他推了 不 他又上了 厉害 这招以退为进 直接骗出了对方猴子的技能 对面猴子怂了 能不能追上 呜 我懂了我懂了 原来他开始之所以先打戏 是因为他已经预测到了这一步 这等同天的眼光和宽室的格局 未来的国服猴王 必有他一席之地啊 好的这时候对面的猴子 二技能进卡了 那么接下来 未来的猴王 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宽室操作呢 好的他赏现了 他帅爆了 他 他 我认为 他这么做一定是有他自己的目的的 别拿常人的眼光来揣夺天才的格局 这里我们这个太美图屑 在打这个河道线的图屑 还不忘了那些跳棍什么 没别的 就是专业 好的这里中坑过来了 一个细节跳过躲开钩子 回头一个三头霸赫 再建一道红山棍法 并且利用一技能免疫中坑的控制 这傻线很细节啊 你们看 在躲开雕杉伤害的图屑 还能起到逼退 暗起来 保护完造军的目的 然后这里太美又落泪去 这正是想干什么 哇 不愧是细节女王 他应该已经注意到了 雕杉来不及躲避中坑的爆炸范围 所以这一道就是为了帮雕杉分担的伤害 以免猪鹿被表防御他丢失 此等星际将来是必上国服呀 以至于后来的这些 在我们长篮看来有点迷惑的操作 我都认为 这是太美同学刻意为之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 你们别看太美同学的战绩不好 这些其实都是他故意营造出来的真相 一般吧 只有王者分光以下的玩家才能看出细节 这里我不妨告诉你们 那就是你们注意到没有 即便是他一直在死 但是他全队的战绩却没有因此拉下 这说明了什么呢 这说明了 他一整局都在故意失落的甲下欺骗对手 从而成功地达到了 那对方全队掉以轻心的目的 而这则在古代的兵法之中就叫做 灵修战斗 暗度成长 下方